之前提到台湾那种突然的变化和书写的关系 你对北京的观察呢 我不敢谈北京的观察 因为我毕竟来得太少了 但之前来北京 很难在北京走路 不知道为什么会很沮丧 后来我察觉巴士不是这个意思 北京是一个 原来最早是一个军事要塞 后来变成是一个用来吓人的地方 为何事宜 跟生活有一段坚决 我这样说好像很空泛 但是我觉得在走路的时候 你其实感觉非常真实 什么样的书写 可以应对这样的一个城市精神 这样一种规模 这样一种气质 就要去发觉 事实上在北京的书写里头 属于民俗的部分 其实还是蛮多的 但是我对文学的期待 是比那个要贪心 我现在暂时用上海来讲这个部分 在大陆很火的繁花 金玉生写的 我蛮喜欢这部小说的 但我当然以为我的不满意 而在于说 因为金玉生太爱那个 曾经消逝的东西 小区小巷 那种有人情的 有温度的 有干嘛的 那付诸一探 而我的想法是说 上海是中国的大城市 可是上海有一部分是 是比中国还要大 因为它的历史绅士 它包括它当时候的 各国的势力的进来 可以上海发生了这么多次 也是中国领先崛起的 甚至比北京现代化的更少 我不满意 只是复苏一声揭叹 因为里头发生太多事 而且太多事是具体的 为什么一声叹息这种方式 好像占据了书写的主流 我中意 因为那个比较容易 而且那个安慰人 那个让你不要那么难受 那种强有力的东西 传统好像消失了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不是那举不必签 竹天心的古都是我相当喜欢的东西 它在里头完全不试图安慰自己 就是正面 台北 我跟你玩真的 这个城市是我在意的 对我来讲 这是完全不一样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 期待有人这样写上海 这样写北京 那 王安逸曾经试过 写上海 包括像《长恒歌》那样 《长恒歌》也变成一个超级难读的 部小说甚至 阿神讲说 那完全有人看得下去 但是相对来讲我还是非常 非常肯定那样的书写 因为我觉得 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 您觉得您的 真正的记忆和专业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书写是这么一个蔓延的 说真的 真的没有 大概我只能够广义的讲究说 从经济政治 什么你都想掰过 文字什么都想 囊括在其中 其实 不是假装不是高 我可能比你想要中的 我还输得还要彻底 就会觉得说你根本不可能 我一直在文学文化的圈子里头 包括从高中甚至大学就开始 可是那是25年后我才真正写出我自己第一门 而且还不是什么广泛的书就是一个文字的故事 而且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比较科普类的东西 我总觉得一个书写者有必要在模式最后讲他所看到 所失所的他当下的一个处境 所以一直要到镜头 镜头当时的书写是一个人的处境 你看多晚2013年 我已经到50几岁了 所以我始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足够的能耐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书写对我来讲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是在于说 我找不到一种方式可以让我对单一的一个题目或单一个焦点 可以进行这么长而专注的一种一种思索 书写里头的那个我远比现实的我 现在我们在说话要好得多了 要稍稍厉害一点 因为现实里头我没有办法这么精准这么专注 我说话只能够直觉只能够靠着 可是我在书写的时候我可以一概修一次一次的抓到最准确的东西 所以我到后来我才讲说不是书写需要我 是我需要他 回到更回到个体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一种逃避多还是一种反抗的多 意味着 我给你买了酸奶 你喝不喝 这时不喝 你不喝啊 不不你来 那我喝了 你来你来你来 再喝的话就要上厕所 你以前来过逛过这吗 来过可能是两次 就这有特别的感情吗还是没有 有啦有啦 我不是说还看了那一件作弊的那个小超的那个衣服吗 那个是 你再放外表啊 打过去 好 谢谢 你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沃恩玄孔子 嗯 孔子是我几乎是在中国古代里头 评价非常高 最高的一个人 那个理性跟成熟是我让我惊讶的 有时候你年轻的时候那一代人还是对这种不解的东西 困难的东西 对 还是向往的 尽管不解但是渴望解 什么时候好像公众普遍产生了明显的抵触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宗教的除媚 因为某些你不理解的 敬畏的你害怕的东西消失 人中文人我们有三种怕 敬畏天地 敬畏父母 敬畏圣人之言 因为好的话会打罪你 另外一个当然是我们 在现代的社会他比较回到物质性的 比较回到当下享受性的 你觉得他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会做什么呢 唉 不知道耶 因为在《左传》里头 很直禅 我就讲说孔子如果不生在鲁国而生在正国 他会是一个人 他会闪失什么变化 对 对直禅来讲 他了不起的人 孔子非常喜欢他 可是他一辈子他只想保有正国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让这个小国能够存活下去 其他我都不想 所以资产到后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是在于中国当时一统了 再也没有所谓的小国了 要存活 所以资产所谓的作为 在中国完全失去的意义 后代人也不会再去记得他 也怀念他 但是我说如果孔子身在正国 他会不会是资产这样的人 很难讲 那你问过自己吗 如果你是生活在香港 或者生活在北京 或上海这些城市 你的整个的 我不太敢问也不太敢想 以我现在的工作身份 跟那个笨拙的想象力来讲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太奢侈了 那你怎么看海蒙这样呢 他是身体力行的来追问自己是谁 这样呢 这样一种方式呢 你做一个 他现在完成了女性器官的移植 然后真是可以去登记为男性 这次他觉得完成 而且他并不是冲动 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海蒙比你更勇敢吗 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知道 就是要看情形 勇敢是一个词 但是另外一个词叫激烈 也许我比夏海蒙的成长 因为时代的关系 被世界教训的叫早 就是说 所以你可能 甚至羞辱 对对对 所以你的态度可能不会这么硬 如果有一些建言 的话我通常是尽量 稍稍把他往后扯一点 原来你看这个东西只是黑色 你慢慢从这个黑色里头 看到不同的层次 最早的法律 和毛拉比法典 一眼还眼一样 很简单嘛 你杀了人就你死嘛 你挖了人家眼睛 你就被人家挖一只嘛 可是 法律的进展是什么 法律进展是 你慢慢辨识 同一个杀人案 他有各种层次 有些人 他是错了 可是他只负担部分责任 但我基本上还是把这个看成是进步的 因为 最有趣的部分 其实是在 冷水跟热水 交错的地点 清潮跟黑潮 那个才是浮游生物最多 才是渔场 在年轻的时候 夏海蒙无语是 因为他独女校 他进一个 厕所 都会 都会感觉到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觉得世界跟你 是与我而相为 好像那个冲撞度很大 所以 相对来讲 他同样年龄 就会比我激烈跟暴烈 也是你说的 可能比我勇敢 就在这里 但是 相对来讲 你的代价就在于说 久而久之 你会变得简单 变得 粗暴 这不是好词 不是您觉得 对于一个写作者 书写者 勇气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重要 真正的书写的 英勇的那些东西 那个 就是有时候你要把学识 写正确 不是一个道德而已 而是你的认知 你在复杂的历史里头 你怎么样抽出那条 正确的线 通常他是 没有明确答案 尤其在 某些国度里头 我们可能会来自于 政治的压力 来自于所谓的这些东西 但是即使这些都不在 你现在的网络 现在的语论 你事实上 书写是大量 曝现在现实的 前沿跟强光之下 就是谁都可以 好像都可以 置于此 你不懂物理学 你要像一个批评 伟大的物理学者 很多人是 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一路上 我看过的朋友 多少人 能够的 而不做的 那太多了 就是就是这样 您会觉得 好 这个中间走的前面 好 坐一下吧 我觉得勇气这个话题 太有意思了 可以一直讨论下去 对 而且有时候光你要承认 认知而写出某种真相来讲 不会有人伤害你 本身都已经是一件够困 够困难的事 那个需要的勇气是在你每一刻都发生的 一路上过来都是如此 会担心 过分 清晰的这种意识 对书写的意识 对自我的意识 反而会压迫 书写的创造力吗 也会 考改也有这个问题 他用牵测的风格 描写污浊的梦见 如果这个牵测的风格 有些东西 它说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比方说 悬在文学或人类的意识 思维意识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死亡 这个是一个 再也没有人回还的一场里程 是一个绝对的疑问 可是我们忍不住 要去理解 要去猜测 因为只有这样才构成我们对时间 对生命 对整个东西的意识 可你能不问吗 可是如果是永远弄不懂 那那个东西 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我们不要写它 避开都很容易 可是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必须一再像攻打一个奸称里头去攻打 所以破识告诉我们说 不要梦想写完美的作品 因为它通常只是退却 说得真好 所以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忍受失败 你觉得孔子的书写足够勇敢吗 是 尤其在那个年代 真的是 挑战了太多东西 把国史拿来这样改 而且那个鲁国当时也跟宽容他做这个事 您觉得您的写作中最勇敢的部分是什么 你觉得你自认为 我觉得这方面 才华的部分有限 可是我觉得在 不闪躲跟说实话方向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OK的 好我们再走走 这里西门厅是不是很近啊 有一段距离 台北当时的交通黑暗期蛮麻烦的就是 永远 车道一边是塞到底 一边是空的 它最后就是城市必须分离 大家不会同时间都向同一个地方去 你觉得现在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的语言呢 现在这个社会 稍稍尖刻于国 我会说是破坏 离开你的国度 在别人 国家的可以兑换城当地的国家 人家会接待你 套住这个黑区 你说你的人情 这个是新的过程 人类最狂野和大量的想象力 雄心 都在蕴含在这个货币里面 是是是 因为那个业务率也太大 就是如果巴尔扎克生存在这个年代 他应该是个banker 是一个银行家 你说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机器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ghost 当然是 看不见的隐形的追着你 追着每一个人 对 追人消失了嘛 嗯 在这么一个人消失的时刻 怎么样 按照我们的人物主义 放下来反抗的一个东西呢 好难哦 您不就爱问回答不了的问题吗 对 就是说 具体的人不断的消失 所以只有文学保留了这个东西 只有文学是 一个体以每个人具体的存在 这是人类世界 人类构筑了自己的世界才有的 但你说 文学在衰落中怎么办 是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你在 拉一个不断失去的东西 那这里头没有承诺 要有承诺的话 那就容易了 那我们就 还要犹豫什么呢 你就是因为没有承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不要工作 这也是你才讲的 你不知道上帝死掉了之后 整个世界瓦解成什么样子 你所有 依赖这些而存在的 所有的伦理 所有的论书 最终的保证都消失了 嗯 他认为 我们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情况之下 工作 生活 对 没办法 对着后面这群亡灵 哈哈哈 抽象的名字一个 嗯 多年来 唐诺一直坚持手写 每日在稿纸上 他会写六千到一万字 而为了保证准确的表达 他只保留五百字 2013年 唐诺出版的散文集 尽头 共四十五万字 在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趋势的下面 你有时候会不会突然觉得 我们这么信任的 坚信的 人文主义理想可能也是一场梦 会 嗯 会 因为当 想听这个话的人不够多的时候 嗯 他就失去力量 嗯 他只能靠一些 接近仪式的形式 希望能够保留在某些地方 而且会越变得自身 越来僵化 妙顿讲的说 把真理跟谎言都放出来吧 让他们对决 我就不相信真理不会贏 小米也不是 小米也不是这样看法 没有这么豪壮 没有这么厉害 她说真理是会被击败的 甚至会被消灭 我们看到历史事实都是如此 但是小米也讲了一段话 对我来讲是一个英勇的话 她说 但是真理我有一个优势 是她会一再被说出来 直到她找到 适合她生长的地点 我希望她说 后面这段话是真的 比如作为一个 有历史自觉性的人 一个人文主义者 或者说 跟随一个衰落的历史 共存 和跟随一个上升的历史共存 对你来说意味着 你会渴望更跟上升期的历史共存吗 还是说 我不知道 我大概到这个年纪了 很少很少会假设一个 目标跟期望 像李维斯特说的 我们终究都会一死 太阳会烧完日记 世界末日会真的存在 一切都不会留下来 从长远来看就是如此 所以 李维斯特说这话并不是接探 而是说 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意识里头 继续工作 或是 晚年瞎眼的时候 在沙拉沙漠 抓起一把沙子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把沙放下来 她说 我正在改变沙拉沙漠 她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是我积一生的经验 才能说得出来的东西 这个在卡拉维诺的话里头就叫 我加进了世界 世界加上我再减去我 我来过这一趟 我觉得这样并不感伤 这很确实 有没有因为你的 曾经的存在过 产生一点点变化 波尔赫斯改变了沙拉沙漠 你改变了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能 你只能够期待 不是你期待呢 曾经一个朋友 曾经某些人 听到过你一句话 做了做过一些小小的决定 但是这个东西 终会一切都 就会就会消失掉 可是你明明知道 你还要不要去做 我记得我在镜头里头谈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 专业的不断消失 所有的专业都变成 相对化 都变成台湾最爱讲的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你硬要说周杰伦的歌 跟巴哈的 因为是同样 当然可以说 我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 可是你要认为 它是一个同一个城市的东西来讲 最好不要这样想事情 它毕竟是真的 在所谓的专业记忆 在这当中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说的是 我只能够从这个地方 各个地方去谈专业 专业也许会 拓张我们的 我们的视野 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这种雨天很多吗 很多 台北的冬天的盛常天气 下的令人沮丧跟愁苦 就这样 找鸡架子是吗 没有 还先买一些菇 金针糯 你今天要做什么菜 今天要炖一个鸡汤 有乐趣吗 偶尔能感到乐趣吗 很少 基本上还是一个工作 这个鸡汤 22块钱 很便宜 以前有一天跟周恩先生说 今天的鸡汤比较贵 是两倍的 他说什么 我说因为买了两盒这个 多了22块 被周恩先生骂 翻这个菜上还挺有意思的 过度的渊博的时候会不会丧失我 会不会使得我的这个主体性 消失掉 我们是谁 我们难道不是由我们读过的书 我们经历的事 我们对世界的印象 我们对这些所构成 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个书写或一个思维 进入到一只鸟 一个异国人 用他的眼光看世界 使得你的世界被扩展开来 这才能够让你 如果有限的我们的 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 你成为这个实现 就不能够成为另一块实现的 那种生命的局限性跟单调性 可是代价就是 你所怀疑的那个 那个自我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消失 因为是说 你的书写跟思维可能变得 困难而复杂 而且它复杂到 难以简单的说明 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很罗嗦 我大概是比较想精确的 描述整个思维的 重点不是那个点 而是那个思索的陷入 但这样的麻烦也在这里头 就是说你再也没有办法 说出巨大简单的话 甚至是人家期待的话 所以不适合革命 不适合招呼群众 不适合那个当明星偶像 不适合写诗 那最适合什么呢 不知道 就说最适合当老人吧 因为老人有一种自由 有一种晚年的自由 这世界会觉得 你不要多嘴就好 甚至恋爱跟性爱的功能离去 都带给你某种自由 新的解放 世界会完整起来 会回到他真实的样貌 他的自由度可能更高 他发生变最大 也许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可能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 时间是扑面而来 你还有多少时间 你还能够读多久的书 你还能够走多远 你还有多少体力 像我的老师 最后留下一个 只完成可能 三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的 长篇叫《华太平家传》 甚至像卡维诺 他连第六个演讲 都来不及写出来 就是说你就工作到 工作到最后一刻 没有额外的目标了 这个年纪 连谈恋爱都没有能力 就是某种程度上这样 你是不会 你还年轻 我说的是我们 那你就工作到最后一刻吧 你就说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晚年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对我来讲 我是兴高采略的在过这个晚年 虽然不断有各种折磨 就是你身体的 或者各方面 而且我们这个年纪的 死亡变得非常真实 今年度春新的母亲走 我母亲去年 然后两边的父亲都走得较早 所以我就跟清清讲说 我们当然不会立刻来临 也希望啦 但是我们已经到前排了 我们已经被推到前排了 我们在上头没有人挡着了 就是那样子 就是 好像是年轻时候你会去设定计较的东西 现在来讲 它变得不真实 你一路走到这里 这就是你 生命中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一路做到底吧 那你希望做到 我们下路吗 我们下路的结果 我们下路的结果 我们下路 我们下路的结果 我们下路的结果 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